国税局花联分局26号的上午9点 发放110年的阅历 除了选用民众最喜欢的水果相片 今年北区国税局还动员了全体的同仁 在辖区内的各车站来拍照 精选了12张最美的车站照片 印在每个月的阅历上相当有创意 26号也吸引了很多民众 一大早就前来排队兑换 脚上6点多就有民众来到国税局花联分局的门口排队 为的就是要兑换110年的水果阅历 分局长张亚锦表示 除了大家最喜欢的水果相片 今年北区国税局同仁们还前往辖区内各个车站来拍照 选出了最美的12张车站照片印制在阅历上 那这个水果阅历除了就是说这个当令的水果之外 那就是另外我们也请那个舒华加油 还有这个书法家赖幻宁那个赖幻宁校长 所写的这个莫保 这个金牛银村祥宴纳福的这两幅的一个春年 给民众可以可以利用 那另外呢这个在每一个月的这个水果阅历当中呢 另外除了一些的吉祥话 吉祥话还有那个我们的 租税的宣导标语 那今年最大的特色是我们每一个月当中每一个月的这个月历里面 都有我们北区国税局辖区九线市的具有特色的车站的一个这个照片 那从1到12月份总共有12张的这个北区的12张特色车站的一个照片 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像这种照片呢是别的地方没了 这个所以呢也可以看得出我们北区国税局这个印制阅历的一个用心 12个月有12张的水果照片 还有12张最美的车站照片 每个月也都印制了租税宣导标语 提醒大家相关的租税业务期程 国税局华内分局表示 民众可以拿11到12月份10张的纸本发票 或者是捐赠5张的电子发票 就可以兑换一份水果阅历 不过数量有限换完为止 介络会欢迎室报导